俄乌局势再次出现反转 俄罗斯获得多个国家支持 甚至有些属于北约阵营的国家 都转而支持俄方了 这一情况让北约彻底慌了 他们不知为何局势会出现这样的逆转 那么这些支持俄方的国家都是谁 他们是如何支持的 北约又将遭到怎样的压力呢 本期为大家讲述的是 俄罗斯获多国支持 当初俄乌战争已开始 西方立即动用了经济惩罚 依此对俄罗斯施压 并企图从根本上摧毁俄方的经济 俄罗斯不但没有屈服 反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 直接打得西方叫苦连天 与此同时 西方无力控制国际形势 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支持俄罗斯付出行动 首先第一个 是巴基斯坦 自俄乌冲突开始 巴基斯坦总理多次谈及国际关系 在谈到美国时 他称同美国拥有良好的关系 美方也是八方的朋友 但这种朋友并不是全天候的 言下之意 就是巴基斯坦认为 和美国的关系好 但这种关系并非是长久的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 这种友谊往往是稍纵即逝 但是美国霸道灌烂 非要逼着一众国家战队 直接让巴基斯坦表示 全力支持自己的全天候朋友 俄罗斯 就在美欧宣布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惩罚后 巴基斯坦直接宣布 和俄方达成了进口协议 巴方将从俄罗斯进口200万吨小麦 和大量天然气 巴基斯坦的经济并不发达 但是顶着压力 直接为俄罗斯送去数亿美元的订单 这样的行为 无疑于是告诉全世界 不是美国在哪边 公道就在哪边 就算小国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其次 第二个支持俄罗斯的国家 是印度 印度和巴基斯坦向来不和 但是在支持俄罗斯这一世上 两国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印度和俄罗斯拥有长达70年的友好历史 在印度还未独立的时候 就和苏联有了互动 整个印度 从民众到政府都对俄罗斯抱有很深厚的感情 此前 由于印度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使得美俄两国都想拉拢它 这让印度有了机会 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狂拿好处 在国际事务中 只要美国的行动力不牵扯到俄罗斯 印度就支持美国 反之 俄罗斯的行动力不涉及美国 它也表示全力支持 而一场俄乌冲突 让美俄印三国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 印度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自冲突爆发以来 印度民众反应十分强烈 他们始终认为 乌克兰是罪有应得 任何惩罚俄罗斯的经济手段都是错误的 随着西方经济惩罚的力度增加 更是激起了印度民众的愤怒 对西方和乌克兰的不满声音满天飞 丝毫不考虑乌克兰还是他们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并且 印度政府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在联合国会议上 关于俄罗斯决议 它直接投反对票 在西方将俄罗斯大多数银行 剔除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后 俄罗斯的外贸受到了巨大冲击 并且无法进行外汇结算 印度直接宣布 为了保证俄印两国的交易不被中断 将绕开美元 使用卢布或者卢比结算 西方对印度再怎么气愤也是没用 因为对印度来说 俄罗斯才是他们真正的外国朋友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乌克兰境内滞留了大量留学生 而俄罗斯为了确保印度留学生的安全 率先安排他们回了国 除此之外 印度的军力十分依靠俄罗斯 每年都想着办法和俄罗斯签订武器购买协议 所以不管西方如何限制俄罗斯 印度始终都会找到办法向俄方购买武器 接下来 第三个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态度是西方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毕竟俄图两国根本没有多好的交情 土耳其之所以支持俄罗斯 完全是由北约一手造成的 首先 是美国宣布经济惩罚后 西方各大技术公司相继从俄罗斯撤离 俄方直接放打招 取消专利费 也就是俄方能无偿使用境内的西方科技公司的专利 利用他们的技术提高俄方本国产品的综合性能 对于外国企业来说 此刻进入俄罗斯进行跨国公司合作 将能得到西方顶尖技术是大好的机会 而土耳其看中了这一点 想进一步同俄罗斯展开合作 但是碍于北约成员国的身份 一拖再拖 但在土耳其犹豫不决的时候 欧盟的举动直接打消了土耳其的疑虑 欧盟宣布将乌克兰纳入欧盟候选国 这个消息让土耳其暴跳如雷 要知道 土方一直视自己为地区性军事大国 但经济一直是他的短板 所以 为了加入欧盟获得经济援助 常年奔走于欧洲 配合欧盟的各种工作 结果自己苦心经营没有任何效果 而欧盟却直接给乌克兰开后门 土耳其愤怒地表示 欧盟不能一视同仁 之后 土耳其直接宣布要在俄罗斯进行投资 并且在各项高新技术上 也将展开一系列合作 土耳其作为北约国家 直接带头反对美国霸权 让其与北约国家大为震撼 接下来第四个国家是塞尔维亚 俄罗斯同塞尔维亚同属于斯拉夫民族 并且 俄罗斯为塞尔维亚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此塞尔维亚始终记着 俄罗斯给他的帮助 俄乌冲突爆发前 俄罗斯想与塞尔维亚签订一份天然气协议 当时俄方准备以每千立方米400元的价格 将天然气出售给该国 但塞尔维亚考虑价格实在太高 于是只能作罢 在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的经济遭到重创 塞尔维亚又继续找到了俄方 称愿意以这个天然气价格签订十年合同 这一举动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说 的确是雪中送炭 但塞尔维亚对俄罗斯的帮助还未结束 就在北约对着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时候 塞尔维亚领导人武器齐直接喊话北约 称永远不会加入北约 他们永远无法忘记北约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他们将用自己的武器保护国家 武器齐的喊话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北约并没有那么人道 毕竟俄乌冲突就是北约的杰作 除以上国家 还有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伊朗等国纷纷表示支持俄罗斯 其中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向来就是俄罗斯的铁杆盟友 白俄在冲突中 一边向立陶宛和波兰施压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一边安抚乌克兰 为俄欧谈判提供积极条件 同时 哈萨克斯坦 作为中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 大肆进口俄罗斯商品 并提供给俄罗斯大量外汇 来稳定卢布汇率 而所有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中 伊朗的支持方式最特别 他直接向美国驻伊拉克领事馆和基地发射导弹 伊拉克被气得跳脚 要求美国采取反制行动 然而美国的所有心思都在俄罗斯身上根本分身乏术 并且美国好不容易才和伊朗回到谈判桌上 谈判核弹问题 不想扩大矛盾 于是美国的处理方式也相当迷惑 美方的大致意思就是 注意领事馆没事 人员安全 所以伊朗发射导弹也没事 美国的反应看呆了一众国家 也让更多的国家相信 曾经永远不能容忍挑衅行为的超级大国 已经悄然坍塌 但事实上 并不能怪美国敷衍 而是北约面对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首先是北约内部的不同声音 虽然北约是军事组织 但成员国只有达成一致 才能将经济惩罚效果最大化 但是土耳其的不配合 直接导致北约无法完成最终目的 其次是欧盟的压力剧增 开始 欧盟采取惩罚的速度相当之快 但是西欧各国因为受到了反噬而动摇 在俄罗斯的能源反制下 西欧各国的能源已经短缺 物价飞涨 就连美英两国也遭到波及 为了寻找替代能源联系了阿联酋 但均吃了闭门羹 在这样的环境下 欧盟越来越动摇 要求解除惩罚手段的欧盟民众不在少数 最后 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贪得无厌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已经带来了毁灭性的反作用 但是泽连斯基还在责怪西方的力度不够大 认为巨大的欧盟利益就该葬送在乌克兰问题上 泽连斯基的发言让许多国家深感厌恶 其中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就称 在大国眼中 小国往往是棋子 匈牙利的态度也明确表示了 不想成为西方大国的炮灰 继续为泽连斯基的失败买单 正如普京所说 西方的野心让全世界都付出了代价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只会有更多人反感北约和乌克兰的行径 越来越多的国家 或将退出西方的经济惩罚行列 加入支持俄罗斯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